他是普京心爱的徒弟 梅德维杰夫都曾送过他礼物 四岁时就陪同父亲会见各国政要 他就是卢卡申科最宠爱的小儿子 白俄罗斯第一公子尼古拉 就在人们以为他将继任父亲的总统大卫时 卢卡申科却表示不希望尼古拉将来当总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点个关注我们接着往下讲 尼古拉出生于2004年 在一场大型体育场建设中 卢卡申科首次带着尼古拉在公众场合亮相 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这个小男孩是谁 因为总统府对外的保密消息一向都很严格 一点内情也不透露 几天后尼古拉再次出现在一档电视纪录片中 朝着卢卡申科大喊父亲 从此白俄罗斯人才得知尼古拉的身份 卢卡申科也就不再特意隐瞒了 对外承认这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但是关于他的其他信息却只字不提 人们知道的是 他的头上还有两位同步异母的哥哥都比他大20岁 尼古拉是卢卡申科非婚生下的孩子 然而对于这件事情 原配妻子加琳娜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气氛 而直到现在人们还是不知道尼古拉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 公开重合从未有人见过他和母亲在一起出现 但是外界也有猜测说他的母亲可能是卢卡申科藤经的私人医生 但这究竟是不是事实真相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小时候起尼古拉就非常依赖自己的父亲 像一个小尾巴一样经常跟着他 如果卢卡申科不在家 尼古拉就会不睡觉不吃饭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卢卡申科每次出访外国时 总是将尼古拉待在身边 由此可见 卢卡申科他是多么的宠爱这个小儿子 也有可能是老来得子的缘故 卢卡申科才会对尼古拉格外的宠爱 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当作核心来培养 2008年 尼古拉和卢卡申科一起出席阅兵仪式 在阅兵式上 尼古拉和卢卡申科一起骑着摩托开刀 在他所到之处 所有的白俄罗斯的军官们 都得向他行礼问候 当他以标准的军力回敬时 大家发现 这个小娃娃竟然随身配着一把黄金手枪 对于这把枪 卢卡申科曾多次表示 在男孩子眼中 最好的礼物就是武器 而且这把枪并不是玩具 而是弃枪 同时他也希望 儿子能够因此有自保的能力 在这之后的各大公共场合里 我们几乎每次都能看到 卢卡申科的背后 总是有着尼古拉的身影 尼古拉跟随父亲一起去外国访问 已是家常便饭 也因此 他从小便会见了各国首脑和政要 自然其他国家也都知道了尼古拉的身份 在访问时 都会给他极高的贵宾待遇 不仅没得维杰夫都曾送他手枪当礼物 就连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还帮他寄扣子 甚至跟普京大帝见面都是平常的事情 毫不夸张的说 尼古拉从小就和父亲一起游走在世界各大政坛中 见惯了大场面的尼古拉 现在不管遇到怎样的重大场合 丝毫不怯场 完全不像是一个小孩子 从可爱的小男孩到现在 谦逊有礼的青少年 可以说全世界人民都在看着尼古拉长大 2010年卢卡申科参与第四次总统竞选 尼古拉也陪同着父亲一起到了投票现场 当时 卢卡申科差点就被民众从宝座上给推下来 关键时刻是尼古拉的一张选票扭转乾坤 并非说他这张投票有着足够的分量 而是说投票的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因为尼古拉从小就生得十分讨喜 民众对于这个第一公子非常的喜爱 正所谓爱屋即屋 尼古拉的明星效应这时候便显现出来 出于对尼古拉的支持和喜爱 许多人就跟着尼古拉再次将选票投给了卢卡申科 对于一国元首来说 尼古拉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尼古拉一直跟着父亲出入各种政治场合 但他本人还是非常低调的 经常跟着父亲一起干一些农活 2015年春天 傅兹里亚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下了整整三亩土豆 到了秋天便是他和父亲最快乐的时光 在土豆成熟时 他还将这些土豆捐献给了国内的一些贫困家庭 足以见得尼古拉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好孩子 除此之外 尼古拉还特别热爱冰球这一运动项目 据说这个爱好是因为受普京的影响 普京一直都是尼古拉心中最崇拜的偶像 在和父亲拜访俄罗斯时 普京与卢卡申科经常在会谈间隙进行冰球比赛 普京在赛场上意气风发的身姿 深深地吸引了尼古拉 尼古拉也因此迷上了冰球这项运动 为了能练好冰球 尼古拉特意拜了普京为师 并在冰球这项运动中表现得十分优异 15岁时就获得了白俄罗斯冰球比赛的冠军 卢卡申科更是亲自为自己的儿子颁奖 卢卡申科曾表示尼古拉和普京的关系一向很好 早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普京 可以说他是普京看着长大的 并且对尼古拉很友好 虽然卢卡申科曾说过 想让尼古拉去普通的学校读书 但是最后还是送去上了最高等的学校 2011年卢卡申科亲自送尼古拉去上学 顺便还到了儿子所在的班级 并在班级内部即兴发表了演讲 他对学生们说要努力学习快乐健康 之后还和儿子一起上课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卢卡申科还专门给儿子配备了好几个保镖 在学校里尼古拉的学习成绩 一直都是班级中的佼佼者 不仅如此他还兼具多门才艺 还会唱中国歌曲《茉莉花》 很多中国人因为他唱了这首歌 对尼古拉抱有好感 关于卢卡申科如此宠爱尼古拉 很多人就发文表示 他是否有意将尼古拉培养成下一任接班人呢 对于外界的传闻 卢卡申科给予了全面的否定 白俄罗斯绝对没有世袭权利的可能 想要当上总统就得通过总统竞选 自己之所以走到哪里都带着尼古拉 完全是因为尼古拉对于自己而言 就是他的护身符 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未来担任总统 更希望儿子能够过上和普通人一样 平静而又幸福的生活 这一说法极其巧妙地避开了 西方国家抓住世袭独裁的把柄 极大程度上保护了自己的儿子 如果过早地决定让尼古拉接班 无论是声望还是地位 都无法当人白俄罗斯总统 其实卢卡申科明面上这么说 但是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不难看出 他的确十分钟意尼古拉 极有可能卢卡申科提前退休 并在背后默默地扶持自己的儿子 但即使有这种打算 卢卡申科也不会明确地讲出来 否则尼古拉必然会面对很多危险 毕竟如今的国际形势千变万化 所以卢卡申科必须在这方面 保持着低调的行为 如今卢卡申科还是白俄罗斯的现任总统 谁也不知道尼古拉以后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还是会继承父亲白俄罗斯总统的职位 我们谁也不知道 但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我们唯一知晓的是 尼古拉已经是白俄罗斯乃至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了 由于卢卡申科的铁腕政策还曾引得许多白俄罗斯人民的不满 甚至还爆发过一场20多万人的抗议 这场抗议活动就是为了表达对卢卡申科的不满 对只有900多万人的白俄罗斯来说 20万抗议民众已经算是很大的比例 许多人都猜测如果卢卡申科下台后 白俄罗斯很有可能支持不下去 如果尼古拉在这个时期继任 那么他无疑会成为众多白俄罗斯人民抱负的对象 卢卡申科在执政期间树立了不少政敌 每时每刻都要防止政敌突然动手 对于家庭和孩子自然没有过多的精力去照顾 所以对于卢卡申科来说 尼古拉更像是他的一张挡线牌 虽然表面上来看他对尼古拉极为的宠爱 但如今来看 这一切的重视都是在于表面上的 尼古拉更像是他为了争取选票的一种方式 如今尼古拉经过父亲多年的耳辱目染 他也有可能同他的父亲一样走上相同的道路 同时作为总统的孩子 他在从小就有着远超同龄人的见识 和不同寻常的胆量 但他也要面对别人无法理解的艰巨的命运 因此尼古拉的身世既不让人悲哀 也不让人羡慕 但他长大后肯定让人尊敬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